今天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终结而虐阳光在线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做起来并不简单 那今天我们会提出四大诉求 那当然都是在整体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变 无论是在儿童的福利 甚至是家长的后援 以及社安网对于儿少的这样的一个防护 它体制上面其实是一直都不合格的 那当然最后我们就会提出司法 在司法的重判上面 为什么我们会放在第四项 我也要跟社会大众说 其实前面的三个是我们要防止孩子 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是防止孩子受伤和死亡 而不是我们等着孩子死亡来重判 重判必须但是前端更是重要 孩子死了坦白说 你要判凶手多重的刑 这个孩子还是死 所以我觉得政府 无论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甚至是民间 我觉得大家应该聚焦在 如何让孩子平安的活下来 安全的成长 这才是大家的目标 但是目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横向的部会各自为政 都没有办法做一个串联 我们光一个案件的个管 国家都做不到 请问告诉我 少此话是国安问题 这是笑话吗 无论是马英九或是蔡英文 都说了这句话 但是实质的为这些孩子做了些什么 选举的时候带着孩子拍照 高举的保护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口号 但是结果呢 谁真正积极的 从整体的问题上面去做 全盘的一个会者 时代不一样 家庭结构也不同 要保护儿童 再也不是过去 很简单的那样的一个想象而已 找学者专家是无用的 关在办公室里面 你想不出什么 实物上面 真正能够解决的方式 你也不知道 实物方面 到底这些孩子的处境 是有多惨 如果我们的国家一直 还是在迷失学者专家 只有漂亮的法令 而没有好用的法令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站住 那不管是蓝绿 都不要太开心 我们没有在针对谁 我们针对的是整体 可以讲到二福联盟的话 坦白说 我觉得他没有监督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从后面看到他就是一个文教基金会 俄福联盟文教基金会 夜管单位教育部 那竟然可以做收出养 坦白讲匪夷所思我也不懂 难怪他会做的这么差 所以这合理 如果文教基金会 他不受到卫福部的监管 请问他到底能做什么 那他背后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势力 能够让一个文教基金会 去做这么多的儿童收出养 甚至接这么多县市政府的这些标案 甚至卫福部 然后他又是很多官方单位的 这些儿童的代表 那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 我想未来应该会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已经都在查了 我们一般的民众 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查到这些 但是俄福联盟今天能够成为一只怪兽 又有45亿的一个存款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太多匪夷所思 甚至他评鉴 文教基金会还可以评鉴是优良的 谁评鉴的 实质的 第一个林志佳应该要下台 他都没有下台负责 我觉得你很不叫小 坦白讲一连担当都没有 你躲起来算什么 男子汉比我还逊 林志佳真的 你真的如果今天你真的懂得认错 你就应该下台 再来一个 俄福联盟应该要撤照 他就不是一个辞职的在服务儿童的单位 他是一个文教基金会 一个儿少的一个机构 他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坦白说 这个我们国家竟然能接受 这也是让我匪夷所思的 卫福部甚至教育部 难道不用严惩他们吗 解散俄福联盟 重新让别的 散目也很棒啊 为什么非要俄福联盟 期待他的改善吗 我对他没有信心 诉求一我们体制重整有效率 那坦白说 这就是3月13号我到的行政院 我跟我们的行政院长诉求 我希望有一个儿少办公室 那儿少的业务 他其实他横向许多的部会 那跨这么多的部会 如果没有一个更高层级的单位 他是没有办法做好事情 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横向 你指挥不了我 我也指挥不了你 那各自为政的结果就是 每一环都扣不上 也就是凯开的事情 到最后每一条线全部断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你有可能三条线 其中有一个失灵 可是三条都失灵 这个坦白讲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愤怒的原因 其实虐童案 我觉得用这样子讲可能 他比较笼统一点 坦白说虽然我不是法律人 但是这12年来我也修过法律 甚至是法律人都不看好 所以法律人不要笑话我们 这些不懂法律 我旁边的律师他就全都会笑我 那讲到这个我就必须要讲一下王国昌 真的很抱歉 我对王国昌非常的不满 上个礼拜他对司法院的这些官员 那种羞辱式的这种质询 官员不好应该骂我认同 但是一个立法委员 你羞辱这些官员 然后请问你为这些儿哨的法律 在构成要件在范益上面 你做了什么努力 那种表情 作秀 真的不必 我们不需要这种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作秀的立委 所以儿哨的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好 你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人吗 你作秀之余 你为这些孩子做了什么 你咆哮之余 你为这些孩子咆哮了谁 你告诉我啊 王国昌 你真的有在为这些孩子做事吗 你连票都不愿意投 手都举不起来 请问你这些为这些孩子做了些什么 加重刑责其实 儿哨法本来就有加重刑责 但是问题不在这 所有的儿哨事件到最后 如果不是过失就是伤害子 但是地家室的灵池那是伤害吗 我请教各位 大家都知道孩子是脆弱的 把一个孩子抓起来重摔 在我们的法律上面认为 这个加害人 他是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 他只想教训孩子 他并没有想让孩子死 所以伤害致死 伤害致死 你给孩子一拳也是伤害致死 但是我们的司法真的看不见孩子的脆弱吗 孩子不是我们的司法所认定的凶器 在孩子的身上才叫凶器 手刀就可以治孩子于死 我们的司法到底知道吗 怎么样去规范去限缩 在孩子加害幼儿的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 和善意上面去做一个杀人的认定 如果这些不做 你再加重 也重不到哪里去 我真的必须跟大家讲 我再补充一下 大家都在喊唯一死刑 一线有的法律 坦白说 就我一个 长年在写住这样的一个残酷案件的人 我不赞成唯一死刑 原因是什么 每一个案件它的事件脉络是不同的 甚至我们知道一个居家保护 他可以带合格的保护 他可以带两岁以下带两个 两岁以上带两个 所以他可以带四个 如果今天你唯一死刑 他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给打死了 唯一死刑 那你知道这三个 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我们是不是让这三个孩子 有活下去的机会 没有哦 因为我都要死刑了 我手边这些孩子我全杀了吧 会不会这样 大家有没有想过 衍生的问题是什么 我真的请大家好好的思考 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我们是要理性的时候 咆哮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是实质要提出一些问题出来 待会我就会把我们的四大复仇 那些细项 我会贴在我的本砖 那大家就会看到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稿 也已经就流印出来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 写不完 写太多其实也太复杂了 我觉得如果今天中央政府 他可以看见在儿少的这样的一个 不论是在福利 甚至在资源 后援 以及保护上面 甚至在司法上 其实都已经是不服使用 过去的到现在是不服使用 那如果现在的职政党愿意扛起来 这样的一个历史公业 当期排骨才只是没有有关说的 或是讲讲的 那如果愿意扛起来 这样的一个历史公业 我觉得你会得到民众的掌声 那所有的民意代表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作秀 实质的为这些孩子做点事 人民都在探